广州 广州 位于中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这片广袤的湿地 是越南的湿地 越港澳大湾区珍贵的旅州 也是无数生命的秘密家园 过去三年 我们用镜头记录下 这片湿地里平凡而伟大的生命奇迹 前所未有近距离的接触 见证了他们精彩绝伦的生命运章 挣扎 求生 众群延续 诗地里 无数生命轮回的故事 正在上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州 广州 地处珠江与南太平洋呼吸的咽喉 温润多余的气候 补育了优良的地域屋中 红树林连接着陆地与海洋 湿地的净化功能 有效减轻了工业污染 对周边环境的压力 潮汐运动 是红树林每天就会经历的自然变化 繁茂的根系是红树的呼吸根 根表皮自带发达的通气组织 呼吸根形成的小树林 是动物的秘密家园 潮水退去 雄性招潮蟹 就举着它的大凹钻出洞穴 准备饱餐一顿 淡水泥蟹 正在搜寻红树林 滩土中的有机物 这是它们最可口的美食 秋茄的果实 跌落在了泥土里 种子被埋在地下 争取时间四级生长 米士尔罗 正在滩土上缓慢移动 早在两千多年前 它已进入南越国人的生活 并被放置于南越国王的墓葬之中 对于小白鹿来说 此时的红树林 遍地都是美味佳肴 种类繁多的物种 组成了一条条的食物链 构建出红树林特有的生态系统 红树林的动植物多样性 为水鸟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 这里也是小白鹿常年定居的家园 包括小白鹿在内的鸟类栖息地 不断扩大 意味着它们在这里 受到了人类良好的保护 成年小白鹿担负着家族的繁衍大势 它们纷纷换上了美丽的繁殖鱼 盛装打扮 以吸引异性的注意 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小白鹿 开始打扮 初春万物复苏 预示着生命的开始 这是小白鹿夫妇的爱情结晶 小白鹿父母会轮流复化这几个小生命 这里位于西北太平洋边缘海域附近 潜海贪图 是陆地与海洋相互作用的前沿 它时刻处于动态变化当中 经历着这种漫长的变迁 除了人类 还有它们 潜土鱼 它们是由鱼类演变到两栖动物的典型 它们的生活方式与大部分鱼类都不同 这种可以离开水的鱼 甚至在滩土上 可以依靠皮肤和尾巴呼吸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跳跳鱼 因为它有一个本领 跳鱼 不仅可以帮助它们在争斗中逃脱 还可以让它们赢得异性的青睐 潜土鱼正在刮使潜土表面的有机物 这只是它的开胃小菜 然而 在淤泥中觅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看似宁静的贪图 却热闹非凡 这一切都被潜土鱼看在眼里 潜土鱼 将目标锁定在一只淡水泥蟹身上 机会终于来了 在东方方的介绍 这一切都不必关于 甚至关在外面下 不会让它尽管 可依静 是 这一切都往背后 在顺便 炮 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年的四月到九月是谈吐鱼的交配季节 为此雄性谈吐鱼要修筑新的洞穴 这样他们才能获得雌性谈吐鱼的青睐繁育后代 谈吐鱼是天生的建筑师 他用嘴挖洞 将咸出来的泥巴在洞口围成一圈 宣誓这是自己的领地 谈吐鱼的挖洞行为可以保持贪吐的活力 洞穴对于谈吐鱼的安全至关重要 当潮水退去 地下洞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他们在洞穴里躲避着正在觅食的各种食肉鱼类 或者是 数以万计的水鸟 每天的清晨与傍晚 是一天中小白鹿觅食的最佳时间 他们将脚探入水中搅动 通过惊吓水中的鱼虾再突然触击 在这个春天 他们大规模秘食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他们会先吞下食物 或者将食物咸在嘴中 然后飞往去居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小白鹿妈妈在贪图捕获了一只贪图鱼 回到鸟巢之后 它正在努力地把刚才吞下的食物吐出来 让幼鸟们尝尝鸟 三只幼鸟的其中一只还未完成孵化 就已经夭折 活下来的这两个小生命也非常脆弱 他们还没有学会着实 妈妈会耐心地教给他们 获取食物的本领 雌鸟和熊鸟 必须轮流去摊土上寻找食物 才能满足饥饿的幼鸟 每到傍晚 小白鹿都会成群结队飞回潮中 劳碌了一天的小白鹿父母 还要继续照顾幼鸟 刚出生的小白鹿幼鸟没有羽毛 这让它们无法自行调节体温 还得依靠父母轮流宝窝 保暖必应 度过一个月左右的潮期生活 天刚亮 小白鹿爸爸就从外面回来了 他带来了丰盛的早餐 小白鹿爸爸就从外面回来了 这天 回潮的小白鹿爸爸的嘴 折断了一截 尖嘴的折断 直接导致了捕获食物数量的减少 食物的数量决定着幼鸟的生死 断嘴的小白鹿一家 又失去了一个家庭成员 尽管如此 小白鹿父母依然在轮流 监守着这个仅剩的小生命 闷热的天气 正是眼镜蛇出没的好时机 因为深寒剧毒 头部撞丝犯少 这种蛇又被广东人称为范蝉头 此时 眼镜蛇的颈部肋骨向外捧起 它正在伺机捕破猎物 这种蛇又被广东人称为范蝉头 持续不断的潮湿天气 更容易滋生细菌 这场突然降临的大雨 令启文陡降 严重威蝎着羽毛尚未丰满的幼鸟生命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实地 时间推动的生命 不断轮回 万物都进入了生命运动的循环过程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死亡不是终点 家园的某个角落里 总会有新生命诞生 这只幸存下来的小白鹿 第一次探索鸟巢以外的世界 他正在盘山学步 每跨出一步都拼尽了全力 走得越远 也就意味着离广阔的天空更近 他很快就要独立了 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生活 伟大的父母成功地浮育出了下一代 延续了众群的生命 他们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成长 他们在这里逝去 在这里重获新生 他们成就于这片石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